春季大自然的阳气正式上升到地面 肝木之气当旺 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调养 习惯性的熬夜 加指各方面的压力山大 容易出现心烦气躁 闷闷不落的表现 影响我们的生活 七门穴为肝经的木穴 是肝脏之气汇聚于胸腹部的特定穴位 由于这个穴位 与脏腹比较接近 所以经常用来治疗脏腹方面的疾病 山寒论中记忆认为 此穴为疏泄肝胆的首全穴位 对于调理肝脏就有很好的效果 临床上常用它来治疗肝病 七门穴位于乳头正下方 第六肋间隙 前正中线旁开四寸 找这个穴位时 可以先找到聚穴座 当集中上六寸 聚穴位于人体中部正中线上 左右肋骨相交处往下 二指宽处及时 然后顺着乳头垂直向下画一条直线 那在这条直线上 与聚穴穴水平相交的位置就是七门 那自己这个穴位时 可以采用暗柔的方式 以感到酸胀得气时为佳 每次按摩时间在两到三分钟之间 每天抽出一定时间来刺激下七门穴 既可护肝又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里面